小米万兆交换机其实就是别家的2.5G交换机 首发的活动价格是299元送插线板 结果这200个抢购名额一个小时都没有卖完 我猜测他们的产品经理不太了解市场 去年10月份纵通源交换机就已经降到了200元 现在普遍的价格在150元以内 那么小米卖这么贵有什么区别呢 这一堆都是2.5G交换机 主控芯片是瑞宇RTL8372 4个2.5G网口加两个SFP加接口 或者其中一个SFP加改为网口 一般用这套方案的机器都是铁壳交换机 其中最小的是重通源交换机 这个模具也有其他品牌在用 下面是TP-Link和水晶的交换机 这个外壳好像没有其他品牌用 小米万兆交换机的外观则与众不同 采用塑料外壳 外观挺漂亮的 但从包装来看体积比较大 我们开箱看看实物 纯白色的外观有点像放大版的电视盒子 电源是12V1A 注意电源是4017接口 和小米路由器一样 说明书简洁明亮 其中提到网口指示灯绿色代表满速2.5G 橙色则是非满速状态 交换机正面4个2.5G网口 两个万兆SFP加接口 关于SFP和SFP加接口 很多人有个误解 会把它叫做光口 其实这个接口本质上是电口 我拆了一个接口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它通过金手指连接 与网口一样 那么为什么有人叫它光口呢 其实光口指的是光模块的这一头 它既可以发光 也可以收光 能直插光纤 所以才叫它光口 不知道为什么 传着传着SFP接口被叫成了光口 小米的SFP加接口细节做的比较好 我们对比一下中通源交换机 小米SFP加接口 下面是有缺口的 给SFP插槽锁扣留有活动空间 上面这种公版模具是没有留空间的 会导致部分模块非常难拔插 我们再看看同样大厂的产品 TP-Link SE2106交换机 SFP加接口也是留有缺口的 交换机侧面全是散热孔 后面只有电源孔 底部也是大面积的散热孔 外观大小对比 小米是最大最厚的 如果你准备放在弱电箱使用 那就不建议选择小米了 拆开外壳发现 里面留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主板大小大约占一半 散热片是双层的 主板整体被垫高了 其实可以做得更小更薄一些 取下上层散热片 断开电源连接线 就可以拿出主板了 主控芯片是锐域的RTL8372N 这款芯片我在锐杰B172 Pro里面见过 功能与RTL8372相同 估计仅仅仅是封装不同 对比主板发现 它们的布局大小很接近 小米的元器件稍微再紧凑一些 就能做得和重通源一样大了 小米主板上的优点在背面 SFP插槽下面有导热电 可以将热量传导到下方的散热片上 重通源只在CPU下面做了导热 SFP接口的散热可能不如小米 接下来的温度测试也验证了这一点 环境温度30度 热成像显示桌面温度也是30度 小米交换机的热量分布还算均匀 说明内部散热片起作用了 交换机顶部是36度 温度最高点在猫棒 44度 这是裸露出来的温度 内部温度估计会更高 铁壳交换机表面温度39度 最高点同样是猫棒 显示53度 我担心金属表面测温不准 就放了一张塑料卡片 卡片的温度对比铁壳表面只相差一度 误差可以忽略 总体来说小米交换机的散热方面有一定优势 最后我还测了SFP加接口的兼容性 我手上的模块都识别了 每个测了两次 我们直接看TTL的输出 其中诺基亚、阿尔卡特和索尔斯过模块 识别为HSG 也就是2.5G速率 其他的自动识别为1G速率 交换机的待机功率是1W 接单根网线是2W 再加上双猫棒是5W 总结小米万兆交换机外观漂亮 做工出色 散热好 接口兼容性相对也比较好 缺点是体积比较大 价格太贵 别的品牌带管理功能的交换机都没有这么贵 小米这次是有点飘了 总之这款交换机不推荐 200元以上买这类傻瓜交换机 我感觉自己也变成了傻瓜 你不做人吗 做人吗 是来吧